南宋年间 淮安府有个年轻人叫吴章 他的父亲战死沙场 母亲也失去下落 小吴章从小跟随外公外婆长大 经常受到别人嘲讽 野孩子 你是个没有爹娘的野孩子 野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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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娘 我有娘 吴章在十六岁那年 拜别外公外婆 踏上寻母的征途 临行前 外婆给了吴章一块观世音菩萨的玉佩 并嘱咐她 这是你母亲生你时 特意请扬州的师父打造的 她见到玉佩 就会认你这个儿子的 吴章行至长江边 准备渡江 渡船到了江心 突然下起了大雨 同船的一位老婆婆 被雨淋湿 吴章赶紧将雨伞送给老婆婆 婆婆 这把伞给您打吧 年轻人 能不能把你的衣服 也借给我 遮遮风雨啊 吴章身上 只有一件衣衫 但还是脱下来给了老婆婆 自己冷得瑟瑟发抖 年轻人 百年修得同船渡 我们在同一条船上渡江 甚是有缘呀 请教老人家 多少年才能修成母子情分呢 不多不少三千年 这母子的情分 要比夫妻情分重得多 母亲十月怀胎生下你 你是母亲心中的血 身上的肉 是她生命的延续 当然要三千年了 如此深厚的姻缘 若是分开了 还能重逢吗 只要心成 只要情真 不管多少年 都能相逢 看来 你是个出门寻母的 正是 既然这样 走到哪里都是找 你背我回家吧 吴章是个读书人 讲究道义 只好背着老婆婆走 这一背 就是三天三夜 他们一路走到了疑心 老婆婆从她背上下来 只是一片竹林深处说 就送到这儿吧 我的家就在那边竹林里 老人家 您慢走 吴章忽然觉得自己头晕眼花 晕晕倒在了路边 醒来后 吴章被一个姓石的人家救起 为了报恩 他就留在石家干活 学习做紫砂湖的手艺 一天 吴章无意间又来到了当时 与老婆婆分别的地方 他望见不远处的竹林里面 有一座观音庙 吴章走进去拜菩萨 里面供奉着一尊观音宝像 吴章掏出自己的玉佩对照 发现玉佩上的观音菩萨 与这尊宝像一模一样 难道是观音菩萨在点唤我 要继续寻找母亲 于是 他拜别了石师傅 又踏上了寻母的路途 多谢师傅师娘救命之恩 不知走了多久 他又累又困 便靠在一块岩石上睡着了 吴章在梦中 看见观音菩萨 出现在了自己面前 你的母亲早已出家 如今是宜新观音要住持 法号慧真 只因之前因缘未到 不得相见 快去寻他吧 菩萨说完便消失不见了 吴章猛然惊醒 一定是观音菩萨在梦里点唤我 他急忙奔回观音庙 当他见到庙中住持的时候 便拿出了那块观音菩萨玉佩 您是我的母亲吗 孩子 母亲 孩儿终于找到您了 武章寻母的机遇在当地传开 观世音菩萨慈悲救度的事迹 感动的无数人 从此 以兴观音庙香火鼎盛 闻名而来的香客 络绎不绝 很多人开始吃素念经 礼敬三宝 这次 观世音菩萨的显化 就是掩护观音